变种病毒Omicron引发第五波疫情 本地出现隐形传播链威胁社区 继日前收紧防疫措施之后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全港所有幼儿中心、幼儿园及小学 全部要在14号或之前停止面授课堂 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消息一出令很多家长都振脚大乱 娱乐圈当中也有很多升级家长受到影响 不过由于不是第一次面对停货安排 大家都有经验 其中吴逸然就做定心理准备 要陪女儿在家上课 因为我小孩现在都是幼儿园 刚刚开始 所以其实他对于上课的概念 都不是太过知道的 他不知道要停课或上课 其实我应该在家陪他一起上课 至少我其实平时都不知道 他上课的老师教他什么 如果真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学校给我的通告 或者是怎样安排 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和他一起上课 我反而觉得应该是我有责任要陪他 其实我想不仅是我 我想很多人都影响到他们的安排 这个确实是比较杀手屈及的 同样淡定的还有黄泽峰 他表示很理解政府要收紧防疫措施 停货都是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 至于泳池等公共场所暂停开放 就令他的工作大受影响了 因为我在训练区队那些 现在因为游泳问题所有运动员都停下了 连教拳那些都要停下了 游泳也停下了 教拳也停下了 所有一切都平静了 不过我觉得这次都没办法的 因为其实都是想这件事尽快完结 我想两个礼拜不难的 就是捱过了去 一定要戴口罩和打针 我就打了三针了 太太和我都打了 因为我是教学的 一定要做这件事 还有要戴口罩 大家防疫的意识要高些 香港其实做得很好 在我来说我觉得做得很好 比起外国 起码我不先担忧非非 如果大家做足就没问题